中文字幕 《非诚勿扰》 祂们愿神的平安与文化教会弟兄姐妹的同在 我们感谢神看到弟兄姐妹都能够花时间一起来这边来到神的家敬拜祂 能够在神的面前一同聚集来敬拜祂 事实上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我们都知道我们对神的责任就是要敬拜祂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是那创造者 是值得我们去称颂的 每一次我们在敬拜祂的时候 我们都要从灵里面得到那属灵的造就 那我们借由圣灵的带领以及真道的能力能够在今天的领受当中得到很好的造就 我要继续在两个礼拜前所提到的这个主题 主题也就是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 这也是祂传道的一个主题 这样的讯息不只是对当时的人很重要 对我们今天也非常重要 这里所提到的在前 不是说到位置在前或是位置最高 我们都知道在前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所来的恩典跟救赎 今天我们因为神恩典得到这样的救赎 因此我们要能够确认自己在这个救赎的事情上面不要流失了 我们不希望是那个首先得到救赎恩典的人到最后却流失了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勉励的从路加福音第13章来看 我们要从第22节一直到第30节来看 我们首先看最后那一节 也就是第30节 第30节 也就是在这个讯息当中 主耶稣下了一个结论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里告诉我们说 之前虽然没有得到救恩的人 之后也是会得到的 在前面虽然有人已经得到了救恩 但是到后来他失去了这个救恩 因此在前的便在后拉 我们再看二十二节 十三章的第二十二节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当基督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这是他传道的一个习惯 我们看到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一个接一个的 就是要来宣传这个福音 在这里说到他正往耶路撒冷去 那在这里伴徒呢 他遇到一个人 问他这么说 我们来看二十三节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所以这个人问主耶稣说 得救的人的数目到底有多少 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向别人传道理的时候 尤其是其他教派的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也许会问我们说 到底多少人会得救呢 他们也许会反驳我们说 既然你叫真教会 那么这样的话 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得救呢 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 人家质问我们很难回答的 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主耶稣的回复 我们看到主耶稣没有正对问题来回答 与其告诉他 多少人会得救 反而告诉了这个问问题的人说 如何进窄门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非常一个重要的教训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够完全了解 比如说 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得救 为什么神只选了这个教会 有时候很难让我们去理解的 但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多少人 而是如何竭力进窄门 我们再看回圣经 主耶稣在这边说到的是 关心到一个人的得救 因为得救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因此主耶稣的回答就是有关系到得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同样这一章十三章二十四节 这里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啊 这里主耶稣在这边坚定了一个信息 一个真理 这里说到了 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 但是却不能啊 这是主耶稣所形容的 许多人想去 但是他们却不能去 今天我们已经在我们面前 主耶稣显示 告诉我们 这就是生命之道 那么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今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进窄门啊 我们绝对不可能想说 我的时间还多呢 我们从来不知道说 自己离开这世界的哪一天何时来到 我们再看看二十四节 再一次看 主耶稣在这边给了我们一段恩典的时代 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了救恩之道 是的 这是神的恩典 那么神让我们更能够找寻到祂的真理 这也因为祂的恩典 我们叫祂是恩典的时代 因为祂都给我们啦 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门有一天会关起来 所以主耶稣对那问问题的人说 这么回答 祂告诉这个人说 你要努力进去啊 这边中文说努力其实是超过努力的 要全心全力的来进去啊 这个努力的形容也就是说 就算会让你很痛苦很难过 都要努力的来进去啊 换句话 要竭尽心力的放下所有的力量 为了就是要进这个门 换句话 为了要进这个门呢 我们要想办法能够进去 为了要进这个门 也就是这是人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如果我们不放竭力不努力的话 我们会觉得时间还多嘛 我们也许说 这个机会要不要紧 没关系啦 我们会让主耶稣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的机会呢 就这么从手边溜走啦 那么到最后呢 我们很可能会错失进窄门的这个机会啊 主耶稣这边说到一个门啊 在这边讲到这个门 我们如何去理解它 这个是什么样的门 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种门 我们从以西结书看以西结书 从他的意象里面看到这圣殿之门啊 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两套门 那么第一套门 也就是这个门呢 进入之后就来到了外院 那么另外一套门呢 进了那个门 就来到了内院 如果从东边这个门进来的话 换句话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已经找到了救恩 得到了救恩 我们都知道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统统聚集在神的面前才对 因此我们要进入能够这个内门才对 能够进到那神所在的现场 如果我们在此目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必须要进入那第一套门 要进入那第一个窄门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我们看第七章 我们看第13到第14节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七章 十三 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啊 十四节 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啊 主耶稣在这边说到了两种门 一个是窄门 一个是宽门 大门 那这个窄门呢 引到的地方是灭亡 相对的窄门呢 去得永生 而且主耶稣这边说到了 找着的人很少哦 今天如果我们已经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了 你也听到了这救恩的福音了 那么你就真的要竭尽心意的要进入这窄门呢 那么大家会问 怎么进 有些人会因为犹豫 所以觉得说不想接受这神来的福音啊 那他这个犹豫也就是因为 他不太确定 是不是真的要全心来接受这永生的道理 因为呢 也因为这种不确定感 使得没有办法完全全心全意的去了解神的道理 今天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已经完全了解神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说完全了解神的真理呢 是一种力量 为了要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理 所以我们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 也就是让我们有一颗明白的心 我们请看《使徒新传》十六章 《使徒新传》十六章 我们请看十四节 《使徒新传》十六章的第十四节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绿蒂亚 是推雅 推拉城的人 素来敬拜神 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在这里看到了神带领的保罗跟他的同工一起来到这个城里面呢 去跟一个妇人来传道理 那这个妇人呢 听到神的道理呢 就立刻接受了 这里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 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原因是因为她是一个敬拜神的妇人 在十四节看到我们 让我们看到她是一个敬拜神的人 当她被清楚地明白 教导了神的话 我们看到除了她自己之外 她带领了全家一起来接受洗礼 她没有犹豫 她在立刻就把握了机会进入那窄门 原因就是因为她已经了解真理 今天如果我们要想进这个窄门 我们必须要求神开启我们的心来明白 今天已经进窄门的像我们弟兄姐妹一样 在下一步 我们就要进入那第二套的窄门 我们请看圣经 我们请看诗篇 我们看108篇 118篇 诗篇1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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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做事的人 要请求神开启那得意的门 我们请看第19到第20节 诗篇118篇 第19跟20节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称谢主 20节 这是主的门 义人要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做事的人在神的面前 要请求神 为什么他要请求神敞开一门给他进去 如果我们看前面那一节 我们看18节 主说严严地惩治我 却未曾将我交给予死亡 这边看到做事的人这本说 这边说到神严严地惩治他 也因为这样他请求神敞开那一门为我敞开一门 所以他能够进入那一门来到神的面前 那今天我们也应该要这么做才对 是的 我们已经被告知有这位神我们也开始认识他了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或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前面 我们会发现如果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很亲近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为跟圣经讲的道理会非常接近 我们会发现我们打信里面就希望能够追寻神 有时候我们会这么说 我常常来教会啊 我敬拜神我也奉献啊 那圣经告诉我什么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 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 我们看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时后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这里看到说 时候到了 神真的要找寻真敬拜祂的人 是的 很多人在祂的面前拜祂 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来崇拜神的那真正崇拜祂的人 主耶稣这么说 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是必须要在圣灵里头跟在真理里头拜祂 什么意思 今天如果我是真正拜神的人 那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应该由真理来带领 那么我应该常常跟着这个真理而行才对 要能够顺服真理的带领 圣灵的带领 那么我这样才能够被认知为在神面前是一个真正拜神的人 那么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才不会走偏了道路 我们再看回路加福音的十三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 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五节 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门外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门会关的 那么有些人会关在门外的 这些关在门外的人要在外面呼求叩门主啊请祢被我们再开门 在外面要求开门的人会给里面的人一堆的理由为了就是要开这个门 我们看二十六节 那时你们要说了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二十七节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物的人离开我去吧 这些在外面叫喊的人说我知道里面的主人我认识耶稣的 但是里面的主人说我不认识你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里面的主人跟外面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到那主人的面前 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作恶的人 我们请看到马太 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看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七章的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七章的二十一节 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二十三节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这个讯息是给那些正义书教会的信徒 他们进一步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咧 那主人的回答也是一样 我不认识你们 不但从不认识你们而且你们是作恶的人 这边看到说这些作恶多端甚至不守律法这样的人 看到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看 这边说到说不遵守律法的人就是罪人 是的这些人确实服侍神 但是在他们生活里面他们却在罪里面生活 我们想说这怎么可能呢 那在就位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说到了这是真的会发生的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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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合一呢 公民羊的繁祭和肥处的纸油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从这段我们看到说神对人的献祭已经很厌烦了 所以他说我已经够了不要再拿来了 为什么神在这里拒绝人的献祭 我们可以看到从15节看起当时的以色列民真的在最终生活 在这里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当一个人不亲近神的话 如果我们不真的亲近神的话 也就是从心里面、从灵里面亲近神 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罪的诱惑没有办法去抵挡 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跟那样的力量去挡住自己的软弱 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亲近祂 我们的力量有限的 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不那么亲近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就会渐渐地显出来了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献祭、这样的服侍 神是不喜悦、不想看的 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懂得在灵里面亲近神 必须要在灵里面进入那窄门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服侍祂 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够克服自己的软弱 不能够抵挡住诱惑的话 在启示录告诉我们 我们看圣殿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外院 一个是内院 我们会发现外院都留给外邦人在站立的地方 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我们看第二节 启示录十一章的第二节 只有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殿四十二个月 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启示录呢 神给了约翰一个尾子 让他来做度量帐去量这个圣殿 然后呢 神告诉约翰说不要再量外院了 没必要了 原因是因为这个部分是给外邦人的 而且是要被践踏的 我们说谁是外邦人 我们今天会立刻想到外邦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书 耶稣说过 如果有人得罪你 然后要告诉他说 如果这个人拒绝听你所说的 然后再带另外一个人同样告诉劝说他 如果他继续拒绝的劝说 然后再拉多一个人继续劝他 但是如果他拒绝听劝的话 耶稣怎么说 那么就要说这个人就看他为外邦人 因为他不听从真理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进入那内院的窄门来到神的面前的话 我们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这批外邦人一样践踏神的垫 我们再看回以赛亚书 我们再看回以赛亚书一章 我们看神怎么说 我们看第12节 我们看第12节 一章第12节 今天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说在罪里面生活的人继续向神来奉献 神说你的献祭算了吧 我不需要这样的献祭啦 因为你的献祭来到这里简直就好像践踏我的殿语啊 你不是来建立这个圣殿的啊 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服侍 因为我们得到神的恩典 事实上我们是不合格的 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都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如果我们很真实地来检验自己 我们发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软弱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样问 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这些软弱的地方 除了 也就是要进入那一门进入那窄门 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方法能够克服自己软弱的地方 所以今天神如果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发现自己有力量的 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将我们的软弱一个一个把它铲除掉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神 不只是神很悦纳我们的服侍 那么在这个悦纳当中我们的服侍就是建立教会的服侍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服侍神的一个态度 我们不希望只有进入那一个窄门来到外院而已 我们必须要正升一层进入到内院 这是我们要服侍神的一个态度跟心态 我们再看回路加福音13 路加福音第13章 我们请看28节 路加福音第13章28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赫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窃取 29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 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作习 我们谈到神的国不只是单单的讲到说在世界上的教会而已 我们看到神的国也就是这个教会包含了过去接受道理在以前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在这里说到有亚伯拉罕、以撒、雅赫和众先知 所以也就是含了那些奉神的名去传讲福音的先知们 在这里耶稣要警告当时的犹太人 我们就知道犹太人是拒绝接受耶稣的 他们完全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不只是神的儿子 而且他就是耶稣本身 因此他们不但拒绝而且逼迫耶稣 所以耶稣说 告诉他们说你事实上已经来到了失去永生的边缘了 也就是犹太人当他们在接受神福音的时候是站在最前面是第一个是开始的 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摩西律法已经谈到了耶稣了 似乎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从摩西当中去了解神了解耶稣 似乎他们能够倒背如流去背摩西的律法 但是在这个律法当中他们却没有办法完全去明白了解当中神代表的意义 因为律法就是谈到耶稣 因此他们完全拒绝耶稣 是的他们拥有摩西律法 但是在这个从事他们已经来到了失去 那他们在前面领受永生的那个权利 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 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 那么借由圣灵的带领跟能力呢教会在当时建立 在刚开始的时候圣灵的带领我们发现教会发展非常快速 我们看到之后有些人就离开了这个信仰 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混淆了 那么就好像在加拉太书是一样的 那么他们说谁到底跟你们接触的有谁 那么他们就这样子离开了神 所以因此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得救的机会 原因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已经完全不明白他们当初所接受救恩的道理 我们再看二十九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一节里面也包括了这个神里面 神国里面包括了我们正义书教会 他们从东从西 就好像我们从小被教训教导的一样 那么教会从东边开始移到了西边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是包含在这里面的 我们有真理有圣灵 因此我们要敬畏这样子非常感谢神 今天我们事实上是不配得到神这么大的恩典 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恩典 因此我们要常常记住一直要把自己保持在这神的教会里 今天我们面对很多挑战 今天我们会看到世界上传播的许多各式各样的方式跟想法 那么我们怎么样站立地稳 那么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必须要从神的道理去了解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所领受到的道理也经过教会让我们全面明白的话 我们的信仰就不会被动摇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全面了解我们的信仰了 我们看一节圣经 我们再看回路加福音24 路加24章 我们请看第45节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我们看到使徒们跟着耶稣 门徒们跟着耶稣三年的时间 但是他们对耶稣所教给他们道理似乎是不太明白 主耶稣在这边为他们祷告来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 所以他们能够全然明白为何耶稣要为我们受苦 当圣灵来了 他们已经全然明白这圣经上的道理 那么藉由这样的明白他们能够冒着生命危险来传耶稣复活的道理 当我们看到使徒行转 我们看到教会是受逼迫的 但是这些使徒们完全不害怕 所有的工人绝对不害怕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全然明白这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站立的文面对那些奇怪的道理 是的我们要祷告 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圣灵的带领 今天如果我们全然了解这救恩的福音 我们就好像当时的使徒一样 我们不会害怕任何前面的障碍跟阻挡 我们要继续地往前冲刺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得救的道理上总是在那前面的 那求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能力 能够了解祂的道理 我们唱诗 176首